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 鑒於昨天大家都發現 元朗天水為屯門大停電 今天有些報道 有些人的手機 要是沒有電 就沒得充電 上去商場 充電,沒有安心出行 那怎麼辦呢? 好了,今天就由我介紹 有什麼停電好用的設施 和沒有電,怎麼辦呢? 好了,那我本身呢 一早就買了很多 不同的電筒 這些就是 USB充電的 有幾種模式 這盞燈呢 除了是電筒之外 也是一盞滅蚊燈來的 這些全部是淘寶那裏 有的了,我又不是介紹 推銷 只不過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自己上淘寶找一下 滅蚊燈 這些呢 都是可以用太陽能 充電 或者是平時先充電 的 這裏都有塊太陽能板的 有太陽那裏用得 沒有太陽那裏都用得 都是用USB充電的 都是用USB充電的 好了,另外這個電筒 就沒有太陽能 但是手還充電的 所以沒有電呢 只要 它就有電了 這樣就鎖死它 好了 那如果沒有太陽 自己又沒有充電那怎麼辦呢 所以呢 我在淘寶也都淘了一些 這個也是太陽能 充電板的 那你可以教大家平時呢 先充電好這個 充電器 可以用太陽能 或者是 其他 用電力充電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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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在充電器上 就可以涼了,就算大停電也不怕 好了,如果你不記得充電器 不記得充電器,怎麼辦呢 就有這個電筒,起碼有燈 但還有一個叫手搖 手搖充電器,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先說一下,有些USB燈 沒有電都可以充電器用的 好了,這個手搖充電器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我們用手,去發電 好了,那我們試試發不發電 先看吧 風扇轉了,證明是發高電的 可以用這個 手搖充電器,就不要直接充電 因為,如果充電 因為它不是很穩定的 右直右式,可以用這個 充電器,充電器 充電器 好,在這裡 可以用這個手搖充電器 要用這個,手搖充電器 你可以撐一下你的手機 希望多了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